Azone,320美元上升好抵玩128GBSSD 三強鬥快,2015年9月3日Sportlight D.I.Y. 014-015Rickey 120GB 128GBSSD減價促銷,零售價更一度低至美元299起,吸引不少舊機用家升級SSD 今期Azone D.I.Y.搜羅三款流行的評價作比拼 全SSD下月漲價根據個別腦場消息 由於快閃的益體生產成本上漲 各大SSD廠商或將於9月起加價 然而適逢早前兩大電腦值減價促銷 當中120GB 128GB低容量型號的售價更跌穿美元300以下 令不少希望以極低如算升級的用家購買意欲大增 藉此取代潮性硬碟耳加快開機及作業系統傳取表現 此外,不少增在電腦節減價的120GB 128GB SSD 其零售價在短期內只會略為回升,有的甚至維持不變 今次受測型號G1 Silicon Power S6120GB定價美元350 採用上市不久的全新Fission PS3110控制器 其實該系列增在去年11月已推出第一代 但今次測試型號則屬第二代 由原先Sandforce SF2281控制器改為成本較低的台系 Fission PS3110 PS3110屬前代 PS3108控制器的改版 原用55NM製程及8通道設計 但內部架構由兩核心提升至四核心 當中三伙專門負責快閃的液體運作包括Garbage Collection 及Wear Leveling 如下一伙則專門負責Satter三介面傳輸動作 Silicon Power S6120GB 看上8伙Toshib A19N M M M L C 快閃的液體 以8通道、8伙粒架構方式運作 其規格算稱最高順序讀寫速度分別為550MBS及500MBS 其資料隨機讀寫表現則未有公布 但相比同是第一代 今次第二代明確標示MTBF長達150萬小時 較另外兩款受測型號多一半 內用度更有保證 PNY用冷門控制器另外兩款評價SSD 包括Kingston SSD Now V3120GB及PNY Roptimary 128GB 前者早於2013年推出 一直是腦腦熱賣型號 最新零售價為美元360 它採用Sandforce SF2281改良版本 效能及穩定性頗成熟 SSD Now V3120GB版在8伙TK19N M M L C 快閃的液體 如同Silicon Power S60 120GB 亦是8通道、8火粒架構運作 追過順序讀寫速度同為450MBS 其資料隨機讀寫則分別為85000Niops及55000Niops 美元320低價成為焦點 選用比Pherson PS3110更冷門、新上市不久的 Silicon Motion SM2246面4通道控制器 並配搭Macron 20N M M L C 快閃的液體 不過,它僅配備64MB DDR3援存 並非常見得128MB容量 追過順序讀寫速度分別為450MBS及160MBS 隨機存取能力不算得出 為實際測試卻有不足表現 Silicon Power S60 120G 在腦腸電腦截期間零售價1度低至299MBS 活動結束後以回升至約350MBS PNYR Optimary 120GB 短期內繼續以320MBS開售 345MBS Silicon Power S60 120GB 美元360 Cringston SSD Now V 3120GB 美元320P N Y R Optimary 128GB FineUp 2361 1295測試平台 處理器 Intel Intel Coreln 4690 主機版SUS Z97 Pro Gamer Intel Z97 記憶體 Enex Team Stream DDR3 2404GB DDR3 2133 顯示卡 Ledtech GF GTX 774GB 主SSD Plex Damage Pro 256GB 作業系統 Windows 8.1 Pro 64Bip 驅動程式 Intel Chipset Driver 9 40-1026 RST 13 10-1058 NVIDIA Gare Force Driver 355.6 Stepping與Fission控制器具潛力三款評價 SSD 零售價緊相差數10元 令不少用家或覺得效能應無大分別 為測試卻反映部分場合的落差非常明顯 中觀而言 雖然 P N Y R Optimary 128GB 定價相對最低,但效能卻有驚喜 讀寫速度亦最平衡 其其資料讀寫表現最有優勢 可見新進台系Fission P S 3110 控制器表現不弱,具潛質成為入門市場 SSD 新主力,減少刷射延長壽命現時新款 SSD 雖以設有Trim指令機制改善效能 大礙於快閃的益體的特性 性如儲存空間如少,存取效能及壽命如會明顯下降 120GB 128GB SSD 由於容量相對緊絕,更易出現上述問題 顧見以用家除了 SSD 儘量保持至少30%至40%生餘空間 亦可配合Fancy Cash或Max Value SSD等工具軟件,或出部分主記憶體容量作為 高速援存,令資料首先在主記憶體進行存取 值此減少快閃的益體的PE Programming Rate 有助延長 SSD 收命時間 分析PNY 評價有驚喜三款評價 SSD 憑著不同控制器及快閃的益體之組合 測試成績有顯著差別 HD CHR W 及HD June Pro 必須在未建立磁碟分割區之前才能進行測試 在此情況下,Kingston SSD Now V3120GB 速度最高 其平均讀寫速度均超越400Mb S Silicon Power S60 120GB 論寫入速度則明顯落後 至於PNY R-Optimary 128GB 雖然寫速一般,但讀速曲比Kingston更快 但在必須建立磁碟分割區才能進行的測試 請方便逆轉 譬如 P C NR-Optimary Storage 無以應用傳取PNY 比Silicon Power及Kingston搖搖領先 但理論性測試包括Crystal Disk Mark 及SSD等 Silicon Power整體讀速最高PNY 整體的寫速最快 至於Kingston寫速則被大幅拋離 總括來說,Kingston雖然跑分出色 但實際讀寫效能方面 卻是Silicon Power及PNY取得較平均的讀寫速度 分析Kingston的理論數值快Silicon Power 平均讀寫速近377.6Mbps 為去到約118GB位置卻明顯下跌 PNY平均讀速衝破483Mbps 平均寫速比Silicon Power快74.3Mbps Kingston在數據上最強 平均讀寫速度及Burst Rate均超越425Mbps 但它指示在本測試中跑分出色 一旦在已建立磁碟分割情況下進行測試 Kingston的實際效能變得 CupSiliconPowerCupPNY TextAndFnoToReCadEditWesleyZartFan